字幕作曲 李宗盛 如果未订阅我们的频道的话 可以订阅和按旁边的小铃铛 那就不会错过我的影片了 另外也可以上我们的Facebook 给个Like我们 那就可以在Facebook里面看到我们的最新资讯了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自家兄弟频道》 我是阿汤 這次我們又回到這個貴州碧桂園十里人灘這一邊的話題 沒錯 我們的人是這個星期才過來 所以未拍攝到最新影片 大家見到的都可能是一些之前的素材 不過這個未必是重點 因為今天主要想通知大家一個消息 上星期我們就通知了大家 在9月7日通知大家 9月8日這個十里人灘就會有全新的一棟 30棟也是位置於半山一個比較高的位置上面的一個全新動數推出來的 價錢相當之驚喜和吸引 說真的五字頭 而且那個五字頭是真的五千元而不是五九九九 貴的那些都去到五千五左右 即是說均價五千二三左右就買到 當然其實我們知道它這麼便宜的價錢推出來 一定等於是一個宣傳把這一棟打出來吸引市場的眼球 到現在當然搶貨等等的情況相當之誇張 而在現場剛剛的星期六九 也吸引了很多深圳人、維州人過去看樓 9月11號,維港灣售樓部現場 全部都坐滿了 超級火爆 大家剛才都可以看到 現場雖未至於去到人頭湧湧 整個小學中心擠滿了人 但你可以看到大部分黑談台 都是有客戶坐下來和宣傳人員聊天 也就是說推出了今次的三十棟的特價產品之後 其實也都在市場上相當受到關注 很多之前可能留意這個盤的人 還沒買的 都故意在這個星期六天 過來樓盤這一邊 了解清楚這個三十棟和它的特價產品到底是怎樣 在這裡也想說一聲 其實當初我都預料發展商有機會 將部分的單位拿這麼便宜的價錢 做一個促銷的效果 當市場的人受到關注 其實它之後的單位未必就會這麼便宜 所以我們現在收到最新的消息 發展商要加價 將這一批這麼便宜的產品 上調一點 不過說其實這個幅度都是5%以來 仍然是相當之便宜 就是說簡單說 五千元單價的 現在加了都是說 五千二百五十元以來的價錢 那其實你說當然 早幾天買到的那些 就肯定是比較好處 因為現在加了少許 但是就算你說現在追下去買下去的話 都不見得真的虧了很多 至少它真的減到去五千頭這個價錢的話 其實怎麼看都不會輸 那當然輸還是贏 其實最重要一點 都是要看你自己是否喜歡這裏的單位 這裏的環境 因為就算當它很便宜 但是你本身不喜歡 其實你可能買來也沒什麼意思 但是如果你覺得自己是有機會用得著的 也都覺得現時的價錢是相當吸引 本身也都喜歡這個環境 或者認同碧桂園的產品的話 那對你來說 這一口的便宜價才是有意義的 直白一點去說 如果那樣東西你本身是不喜歡的 是完全不會考慮的 再便宜給你也未必有意思 除非你真的當它是股票 是買它升跌 覺得低位撈貨高位走貨這樣 但是我覺得始終買樓 都是有個心頭號在裡面為主 就是說那樣東西 就算第二天賣不出去 還沒賺到 你都可以自己用到 而那樣東西是你自己喜歡的 當然我不知道有沒有股民會挑戰這番說話 可能大家看著股票機的數字上上落 我又看著自己買的股票 是很開心的 甚至乎可能拿著實物的股票一張紙 他都很開心的 看著可以當藝術品欣賞 或者拿個相框困住它 然後放在家裡欣賞也有 那麼極端的話 我們就不去討論了 反正今次這個十里人攤 我們已經有人員過去拍攝了 但目前來說 我們還沒有最新的素材影片 只能夠拿回發展商拍攝到的 上次看了高層單位 我們這次給大家看看 中層的單位到底 看出去的景觀是怎樣 另外也會給大家看回Jerry 之前去考察過其他動數的 大致上相近的一些景觀 看出去的海景到底漂亮不漂亮 正如上次所說 其實呢 向山那邊都相當不錯 如果你本身是喜歡開揚 但不一定要向海的話 都的確可以考慮的 好 我們現在來到25棟 32樓 看一個89平方的三房設計 進來看看 現在看到鏡頭 看到這邊就是一個廚房位置 廚房將來會造成一個L型廚房 我們現在站在這裡顯得還不錯 一個人主食的空間就算是足夠的 對了 接下來就是客飯廳 這邊就是客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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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看到客廳這邊還在做工程 這邊就是客廳的沙子 大家要小心點 出去楊台看一看 楊台看一看 那邊就是東南鄉 鏡頭再看看那邊的方位 那邊看過海景都相當漂亮 剛剛穿過前樓的樓頂 下面就是客廳的景觀 下面就是客廳的景觀 好 OK 我們回到裡面看 看看房間 是那邊的位置 然後右邊 是這邊 這邊是乾燥分裂的身間 這個位置是洗手盆的 有時候坐在這裡 裡面就是浴室的地方 還有洗手盆 裡面就是浴室的地方 還有洗手盆 還有洗手盆 裡面就是浴室的地方 我們這邊看一看 這裡就是陽海 平時會改成房間 現在可以看得到 其實這個景觀 都相當像是開完的 先感受一下 海都非常非常冷 OK 好 我們再去旁邊看一看 我們這間房間 旁邊這間是小房 這間小房做大房 會比較好 窗房是7、8、9、9、9 然後我們上一盒 先開完 看看 現在看它的窗盤 我們先飛不去 這個位置 如果鏡頭在這個位置 看不出來 就好像是一個 這樣 我們立即做了一份 我們先放在這間窗盤 看外面的山 會飛不去 好 這個位置 我們再看 最後我們現在看一看 這間大房 進來的話 這個位置 可以在座椅 放在這裏 看看裡面的空間 裡面的空間 裡面的空間 就做窗盤床 也可以的 在窗台出來這邊 可以看 這邊和陽台同一個向頭 都是東南米 看第六旗那一邊 下面是五官 五官 五官就看到海景 都非常非常漂亮 好 這個就是25棟 320棟的單位 我們再看一隻 208的戶型 現在還在27棟 在23樓 27棟的230棟 75平方 也做了兩房 進了門的話 首先 這一邊 一個廚房位置 做一個L型的廚房 將來都會做到 給我們 其實在廚房這裡 都是可以 這樣看到 流動的流動之間的 生件 和下邊的內圓 影官 我們再 去回來 客飯廳這裡 客飯廳的話 這邊是做飯廳 我身後 都可以做客廳 介紹的膠標 都是與膠七的 百祥同盟 下面是做到 木聞磚的地板 我們出來 陽台看一看 陽台是向著 東南向的 現在23樓的高度 看看這個海景 真是舒服 那邊是維廣半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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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接著我們去 這個房間 對房間 先來看看一間小房 小房的話 就不算特別大 可以做單人房 OK 特別如果 將來用這個塔塔咪咪咪更加好 這邊的窗口 是看回越南 和遠處的山景 都看得到的 好 接著就是 維生間位 看看維生間 維生間也是做了正方形的設計 做了正方形 中間 廁所 馬桶分開兩邊 中間的位 就是 這個棋桿的位 好 最後就是這個 主人房 主人房 主人房方面 其實就做了一個 雙人房 雙人床 都OK 都足夠大的 我們也可以再看看 這個景觀 它和楊枱景觀 都是一樣 向著東南位 旁邊的 遠處的山景 和海景 都看得清楚了 這隻就是27棟的230875景房 30棟 2005號房 天下 就在北面 在北面 大陸 中間 有錢 調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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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